不過後來發現有兩個地方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後來我發現奇怪為什麼這邊會出錯 回頭看一下這個資料裡面 這個我回頭看剛剛的那個全文裡面 發現有兩個地方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們這邊不是有個那個前刮虎 這個有個刮虎對不對 那取代的時候是取代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取代的時候 那它有兩個地方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它那個刮虎會影響我們將來再分割 因為這邊也分割 然後這邊被拿掉 所以怎麼辦呢 後來我查出來就兩個了 我有把它貼到那個 就是我們的雲端白板上面這兩個 所以等於是說你剛剛要轉換的時候 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 也許就是把這邊的這兩個例外有沒有 乾脆把它的這個 錢刮虎 乾脆你把它改成那個什麼 把這兩個 先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 這個刮虎改成半型的就好了 那所謂的半型就是說 全型半型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得出來 我如果不切那個中文的 現在是中文對不對 我如果要全型的話是前導次元加一個錢刮虎 這個就全型的 那如果半型的話是直接SHIP加上錢刮虎 有沒有 這個是 當然如果你要辨識的話 這個是選的時候是一半有沒有 這個是選的時候是有沒有這個比較寬這個比較窄 這個比較窄 那也就是說啦 我們可以先在那個剛剛取代的動作之前 可能就是先把這個資料先做什麼 先把它先變成半型好了 也是刮虎讓它不要影響 所以那當然如果你剛剛已經做了 比如說像剛剛你們那個握的裡面 假如已經做了怎麼辦沒關係 你可以就是比如說像我剛剛已經取代完了 比如像這樣子 那你可以先不要轉 Ctrl Z一下 回頭到這邊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尋找一下 就是拿那個我雲端上面這邊 你找一下那個 這四個字好了 就找Ctrl C 然後把它從這邊先尋找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 它這邊的話 實際上就是這邊被取代 所以我就直接 乾脆把這個拿掉好了 Delete掉 那這樣就不影響了 OK 然後也就是不會因為 它之前那個錢刮虎而造成錯誤 所以這個地方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是哪裡 這個 必有請一這個 所以也許你把它複製一下 找一下這個 在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它有兩個 所以這個前面這個把它拿掉 大概這兩個錯誤 解決的話 那後面就比較沒有問題了 看起來應該OK 所以你們就可以到雲端白板上面查一下第二頁 這個跟這個 找一下 因為它前面是刮虎 會轉換成小於符號 會變成說它也是芬蘭的位置 你可以把那個小老鼠 解決掉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接下來一樣 就是把它Ctrl A 然後呢 插入 這個導覽 關掉一下 文字轉表格 然後把它改成 分格在小老鼠 示範 這個好像OK 按確定 好 它會偵測到 然後再把這個 轉完Ctrl C好了 因為這樣 它轉完之後應該就全選了 然後再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貼上之後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把第一欄刪掉 因為第一欄這個編號 其實應該沒有作用 我可能不需要 因為我們只要偏 哪一偏哪一段 所以把第一個先刪掉 OK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在上面加一個欄位名稱 所以你先選第一列 選一下按右鍵 插入一個一欄 一列 一列在上面 那這邊的話 這個叫內文 就是它是一段一段的 那這個是偏 哪一偏 第一偏 學二偏 然後哪一段 OK 所以它的欄就是 哪一偏 哪一段 理論上應該把這兩個放前面 所以你可以把B跟C 選起來 按右鍵 按右鍵 減下來 移動到前面的話 就是再跟它講說 我要放在A的前面 再選一下A 然後再按右鍵 這邊會出現有一個 你剛剛減下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所以剛剛是選B跟C 按右鍵減下 然後在A選取之後 它會出現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按一下 這個時候 偏跟斷 就會放到前面去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讓它排序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這邊都有空白的 那空白如果不要的話 你可以先游標放在篇上面 找一個 找一個 力道A 把它按一下 內文力道A看看 如果它假設沒有作用的話 你可以讓它重新按照這個排序 看一下 有標題 然後按照內文力道A 然後按照內文力道A 它怎麼沒有動作呢 它怎麼沒有動作呢 OK 所以請各位先做到這裡 然後待會我再來看 怎麼樣把那個 就是空白的部分 讓它去除掉 其它像這個可以把它拉寬 然後並且可以把它全選之後 往上拉一下 讓它這個之間的間距不要那麼大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剛剛的做法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假設 像我剛剛是用資料裡面的這個排序 它其實一直都不會動對不對 後來我想了一招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把這一欄整個選起來 再到Z到A 那所謂的Z到A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裡面有很多是空白的 空白的資料對不對 然後如果Z到A 因為空白會排到下面 因為沒有資料都會被排到比較下面 所以我把它Z到A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是不是要擴大 那因為我還有A欄跟B欄 你就選要 你就排序一下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把所有的空白 通通都把它移到最下面去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要在 記得一定要先選那個 選整欄 然後再按這個Z到A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小技巧吧 所以記得選整欄 然後Z到A 它問你要不要擴大 要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幫你把裡面 如果是空白列 通通都排到下面了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可以按Ctrl向下 當然你不按Ctrl向下 你可以用拉的啦 只是說拉可能會要找很久 Ctrl向下比較快 那你會發現 它會底下有很多空白列 我剛好已經把它刪掉 那你就把它選起來 比如說底下有很多空白列 然後就按右鍵 刪除掉就可以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刪掉了 好 那刪掉之後的話呢 最後我們就得到 我們要的這個最後的三個欄位 只是說你會發現 它好像沒按照順序 應該是先偏再斷 然後再偏再斷 哪一偏的第幾段對不對 所以如果最後我要讓它按照 哪一偏第幾段 這樣的順序排序的話 那我最後用來一個正規的排序 所以再來的話排序一下 然後呢 先讓它怎麼樣 先按照偏來排序 然後由大 應該是由小到大吧 由小到大 OK 然後再新增一個層級 跟它講說 那你排完偏之後 再幫我按照斷去排序 那一樣是由小幫我排到大 所以它會是1、1、1、1 然後這邊是1、2、3、4 這樣一直往下排 好按確定看看 看一下對不對 這邊偏都是第一偏 沒錯 第一偏的第一段 紫約學友時期 沒錯啦 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 以此類推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排出 一個可以查詢的基本架構了 那最後的話當然 你可以把這個內紋拉寬一點 因為這旁邊還蠻大的 你可以拉寬一點點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有一個問題 它好像裡面內紋沒有放在正中 不是正中央 正中央好像不OK 最好是放在它的什麼呢 左上 左上吧 所以你最後可以怎麼 你可以把內紋的部分 油標先放在C2 Ctrl-7的向下 然後做一個格式的話 怎麼按右鍵儲存個格式 讓它怎麼樣呢 對齊方式 預設有自動換行 那不用改 那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水平讓它靠 應該是靠左對齊 水平是靠左 那垂直的話讓它靠上 因為它好像主要是改這個 垂直讓它靠上 然後它就會幫我自動把它放到這邊 並且自動換行 看起來應該就OK 其它格式的部分 像我的習慣是 會在Ctrl-7向右向下 然後把這個表格的框線 看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沒關係 看要不要改個顏色等等的 這個不改也沒關係 因為這個框線太粗了 所以我把它改一個 改一個這個 所有框線 然後並且把上面的 這個藍位名稱 比如說加一個黃色的底 紅色的字好了 這樣就看起來更清楚了 好 那基本上 這樣的話 我們就已經把論語的全文 前面其實加上這個 第幾篇 第幾段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前面這個第幾篇 第幾段是不是必要的 其實如果假如你這邊有一個 可以辨識的是比較清楚 如果沒有的話 以後找到會不知道說 到底你找到的這個資料 到底是在哪個位置 那你將來要回溯到 那個書裡面 經典裡面就比較不好找到 這個資料的來源 所以最好還是前面 可以有一個像這樣的一個結構 第幾篇 第幾段 OK 甚至有一些 如果固定的某個版本 有頁數的話 當然頁碼就最好啦 不過沒有沒關係 反正就是有一個 類似像標註的位置 就像那個Google地圖一樣 你至少要找個位置 你要找到那個地方 告訴我在哪裡 不然的話 你直接說 然後那個資料敘述 我沒辦法做一個標註 那最後的話 當然如果這個OK之後 所以一一定要先把這個資料做完 二的話就是利用上個禮拜 我們做的查詢系統 有沒有 篩選內文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哪個關鍵字有沒有 你可以輸入一個人好了 比如說人 人這個在內文裡面有沒有出現過 那出現的次數是幾次呢 按確定 有沒有 這就出來了 人這個 有沒有 他就幫我列出來 在這裡 所以有出現人的 馬上就出現了 OK 他清除的話 清除在篩選 不過你說老師 那這樣 我想要知道說 他出現的位置 不要把它隱藏的話 其實還可以啦 用那個格式化 所以另外可以順便用另外一個效果 然後按確定 他會有什麼效果 他其實是把那一個資料 用底色 讓我知道有了 如果你要清楚 有沒有 這邊 學二十一下一段就有了 有沒有 巧言令色嫌疑人 有沒有 這邊很清楚 那還有哪裡 這邊也有 有沒有 就是這個效果 所以這兩 假設你要查詢 我這邊提供給各位兩種查詢的效果 一種是上個禮拜講過 這個效果可能上個禮拜沒講過 但是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用 你要清楚一樣 可以把它清除掉 他又恢復了 你想說 那我要找義有沒有 其實也是一樣 義 這個關鍵字 確定 義也有 只是說次數 我們等一下可以統計一下 人、義、理、字、性 看看 到底哪一個關鍵字 在論語裡面出現的次數是最多的 如果最多 那表示 孔子相對是比較重視的 OK 因為人應該是沒問題 那義跟理跟字跟性 到底這些出現 還有君子 小人好像也蠻常出現的 到底君子出現的比較多 還是小人出現的比較多 OK 也可以看看 還有裡面什麼 比如說長線的一些關鍵字 在哪個地方出現 那其實你也都可以把它找出來 那用量化的方式來研究論語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這個是以往比較少人 去涉及到的一種研究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 像還有鬼神有沒有 還有人、義、理、字 字的話應該是 他可能會 是不是用那個字來表示 這個可能也要看一下 然後還有那個孔子的學生 到底有哪一些曾經講過什麼話 其實也可以查一下 比如說這個關鍵的東西 我把它復原一下 復原的話這個 那請各位先試著完成剛剛的動作 特別是我剛剛做了幾個動作 我把它重點回 1 先選取C欄 你可以用資料裡面的Z到A 然後它會把空白全部都放到底下 你就把空白的部分把它刪掉 那留下來大概就是 Ctrl向下 大概有一直到502列 你看一下應該是OK的 這邊好像還有錯誤的資料 這可能還要再修正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按照什麼 按照這個偏跟段排序 那排序的話你可以按排序 那裡面的話就是先新增 就是先按偏 然後由小到大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再新增一個層級是這個段 谢谢大家